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到什麼什麼糖水譜這個節目的時間 推出了一連串的影視靈異系列 很受歡迎 大家都很喜歡聽 很多都是因為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所以大家聽到都好像很入獄 接著我今集都是有靈異系列的 不過我們轉一轉的方向 就是想跟大家說一下猛鬼酒店 有沒有想過香港人很喜歡去旅行 去過世界不同的地方 為什麼經常都遇到又或者聽到有親戚朋友 總是在酒店撞到東西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會發生在酒店 很多年前我主持過一個 都是電台裡面的鬼故節目 驚叫一點鐘 我就跟主持其他的主持 嘉賓都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經常都會在酒店聽到 這些奇異的事 這些怪事發生的呢 其實當然不會有結論的 但是其中有一個人就提出 因為酒店裡面的人 是來自不同的世界的 此其一就是說 如果他在世界各地 就帶了不同的靈體過去 我就覺得這件事匪夷所思 當然靈體的世界 我們不能夠理解的 所以這件事我也覺得 是不是這樣說 另一個嘉賓就會提出一個 這樣的論調 他說對的 酒店的人客是來自不同的世界 他們有不同的階層 甚至乎有不同的年份 因為有些酒店歷史悠久 在酒店那裡發生很多事 有人因病過世 有人在那裡發生意外 有人故意在酒店裡大炒一場 然後發生了名案 甚至乎有人覺得 我不想牽連任何人 於是選擇一個靜的地方 比較舒適的地方 讓自己過在人世裡 最後的一些時間 於是選擇了酒店去自盡 這個說法我就覺得 比較可取一些 酒店發生了這麼多這些 關乎了人命的一些事情 於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們死後的亡魂 徘徊在酒店範圍 甚至在房間裡歷久不散 那又似乎合情合理一些 顧問無論如何 我們是不會找到這個答案 我只是想跟大家說 過往我無論去公幹 我去旅行 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真的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我自己都親身經歷過那些 我無法解釋很不可思議的事 我記得我第一次不是經歷 我聽到就是我年輕的時候幾歲 我想應該還是十歲以下的事 我就跟家人一起去台灣旅行 台灣那時候都不是一個太發達的地方 去到一個比較僻靜的地方 花蓮有一間酒店 我記得是幾大間的 溫泉酒店 我記得是 因為我是小孩 所以我都是跟媽媽一間房間 媽媽旁邊還有一個是我們的親戚 那個親戚經常說 她以前都會見到東西 但很少跟我們提出 住完那一晚之後 親戚就說 昨晚你們睡了 我就睡醒了 就看見床對面有個梳妝桌 她說看到有個女人在梳頭 長頭髮穿白衣 撐得毛骨悚然 所以很多人都很介意 如果有梳妝桌 又有鏡對著床 大家都好像很介意 早上起床 第一個看見是自己 當然會嚇死 我們聽完這件事 很幸運走了 阿鼎她的肺 誰知遇上有颱風 我們要截返 不敢走那條所謂的橫貫公路 怕危險 於是截返 在那一間店住了一晚 很害怕 當然要求要換房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關於家人親身經歷的 一個酒店房間裡的鬼故事 我看不到 我還未見到東西 年輕人 今天第一宗跟大家說的就是 在加拿大 有一間很出名 真是國際知名的酒店 很出名的 出名是因為 英女王在那裡住過的 瑪麗蓮夢露在那裡住過的 還有很多名人都在那裡 都會住過 因為那裡是一個 旅遊勝地的度假區 很漂亮 這間酒店出名 但另一間國際知名的品牌 因為它很慢 這間酒店 我曾經住過的 這間酒店 位於加拿大 在Calgary Ban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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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F-F 那裡有一個地方 叫 Lake Louise 這個湖很漂亮 夏天和冬天的景貌 都是不同的 它就貼著湖邊 這間酒店叫Fairmont Hotel 或者叫Fairmont Spring Hotel 這個很知名的酒店 它起到很大間 有些歐洲的古堡 不過它的房間多些 幾百間房間 當然它收費不菲 也挺貴一晚的 我們那次去旅行 經過那裡住在 Lake Louise這麼好的地方 我們住在那裡 冬天來的 我們就看看 這間酒店 有很多年歷史 來到多久呢 1888年前後 就落成了 位於高山 深山淚頭 附近也有滑雪場地 所以裡面的莊王 雖然現代化了 但整體的結構沒有改過 包括其中有一條半彎型的樓梯 半旋轉 在二樓 下來地下的樓梯 上面是一個ballroom 為何要說這條樓梯呢 因為這條樓梯 很出名 有個鬼新娘會出現 這就是樓梯的照片 話說遠自1920年的時候 去那裡都會舉行婚禮 有個ballroom 這是新娘在跳舞的地方 接著他就去見那些奔客 你知看電影都經常見 那些奔客就聚在大堂 那裡舉杯祝賀 他就在上面 穿到漂亮一漂亮 穿到婚衣 走一條樓梯一路下來 舊式的婚衣也好 現在也是 拖到尾長一長 那裡的樓梯是大理石造的 新娘的婚衣又長 又落極忘形 踩到自己的婚衣的裙腳 失足 滾到樓梯 很慘 最後跌斷了頸而死 換句話說 婚禮都未舉行 他便死了 紅事變白事 喜事變喪事 很慘 自此以後 這間酒店傳出 整天會見到 有個新娘半夜 在走廊 或者在Lobby 和樓梯範圍會出現 這個傳聞不是經常 只是酒店的職員會見到 有遊客都會見到 這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 亦是很有名的 很多遊客都報告 有一個看不見的Bellboy Sam 阿Sam 阿Sam其實是在酒店工作了很多年 一個年紀很大的Bellboy 我們稱為服務生 他在酒店的時候 他做到1975年 就過世了 但問題是 直到現在也好 是有人會見到 有一個年紀老賣 穿著制服的Bellboy 在酒廊會出現 但很多時候你接觸不到 那些人形容他的樣子 和衣著 和過世的Sam 是很相似的 其中一個例子 有一對年紀比較大的姊妹 入住的房間 就開不了門 那張卡 他們現在用卡 開不了 於是 在酒廊打個電話 去接觸 你快點派人來 幫我搞吧 他們就好 我們盡快來 殊不知 當時 因為正直是一個王貴 所以 服務生都不虎應用 他們沒有那麼快上去 你知道他們是分層去管理的 一個人負責幾層 負責過一層樓的服務生 他來不及 他總足遲了十分鐘 他以為都會被人罵 他說不用了 你們有人來幫我 不會 因為為什麼 這層是我管的 幾層都是我的 我們的同事都沒有空 哪有人來幫你開 誰幫你開 他說不知道 然後形容 是一個很有笑容 很高大 就是年紀老賣的一個服務生 幫他開了門 現在這個服務生就覺得 又是阿Sam幫了 很多很多這些事 還有其他 在酒店的傳聞 就是 比較得人害怕的 這些客人最多傳出來 就是說 分到半夜的時候 一定會被吵聲 包括 有嬰兒的哭聲 有嬰兒的哭聲 很閒而已 不是的 很有趣的 有嬰兒的哭聲 你又不罵人 嬰兒的哭 你猜人的 於是怎樣 他找個棺台 握住 這樣就沒有聲 握住 就沒有了 原來為什麼 原來這間酒店 曾經有個嬰兒 給媽媽 為什麼 是因為精神失常 還是產後抑鬱 不知道 媽媽 握住了嬰兒 導致嬰兒的亡靈 所以經常聽到嬰兒的哭聲 很多人聽到有尖叫聲 尖叫聲和這宗有不同 尖叫聲 何來呢 一定要說八樓 為什麼要說八樓 因為Fairmont Hotel 有一間房很出名 叫873號房 873號房 這間房 大家看了一段影片 你找不到 為什麼找不到我會有873號房 每一層樓 跟著走廊的尾 都有 73做尾 例如六樓有673 七樓有773 九樓有973 唯獨八樓是沒有873的 這個架構來說是很奇怪 但是拍照出來 不是 原來是曾經有873的 現在是變了875 875單數和雙數 分開走廊兩邊 875旁有873的 你看一張照片 走廊中間兩道門中間 是隔開了很長的一棟牆 再看看這一張 你就會看到隱約有一個門框 以前曾經有一個門框 但是現在被那棟牆補了 換句話說 有遊客知道這件事 就去到特地在那棟牆裏 哭 你發覺裏面是縱控 不是實心牆來的 換句話說 不是專長來的 是曾經是門 不過現在外面鋪多一塊板 蓋住 為什麼每一層都會有七三這個房 唯獨是八樓 八七三要這樣蓋住 為什麼呢 當然都竭而不捨 有人要問那些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就會說 例牌答案 其實沒有傳聞 很簡單 其實我們把兩間房 變成一間房 八七五和八七三 就是一間來的 那些人就會問 是否因為有些不可告人的事 或者有鬼故事發生 這些全然來的好笑 自虛烏油 那是否真是自虛烏油 有人千方百計 就算花錢也好 租了八七五間房 但是裏面沒有東西 你找不到好像兩間房的痕跡 找不到的 但是你不禁要想 我們常常見到酒店兩間房間 中間有一道房門 門打開之後 房間和房間間可以穿過 這些叫做 Adjation room 是這樣說的 連結的房間 為什麼唯獨八樓會有 其他樓沒有呢 有一個很大的傳言 就是說 很多年前 在這間房間發生了一間空案 這間空案 就是曾經有一個男人 一個丈夫 她突然之間狂性大發 用刀 刺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兒 鮮血片到整間房間 最後這個男人都選擇自殺 自此鬼故事就傳出 過了一段日子之後 這間房間就封了 也據聞當年 《史黎昏經》的小說 叫做閃靈 都是借助了這個版本來寫成 接著拍了Cublet 拍了電影 Jack Nicholson做那個 瘋了的爸爸 給靈體庫星的爸爸 企圖殺自己的老婆和兒子 當然沒有成功 這個版本不同了 這個傳言傳得很重要 但是我在網上 我嘗試用我的方法去找 又找不到確實證據 在BenzHotel發生了這宗兇案 找不到 找不到又不代表一定是不存在 因為很多時候 互聯網上都未必找到所有的資料 就算我找到香港的資料 很多我都找不到 莫說外國那些 除非有一天真是很有心 尤其是在BenzHotel那一大圖書館 尋找報紙 你都要尋找很多年之間 因為不知道 完全是哪一年發生的事 還有有沒有這樣的事 其意在 為何每一層都有七三號房 唯獨是八樓沒有呢 這個就是這間Fanmont Hotel 出名很多鬼故事 令人越害怕越要找答案 其中一個原因 我住過這間酒店 沒事的 除了一個字說很棒 裡面的東西很好吃之外 其他東西是沒事的 你說這間你沒事 其他酒店有沒有遇過這些東西 有 很多 今天說我第一單 不是我發生的第一單 其中有一單 就是當年我新婚 和老婆去Honeymoon 那時候Honeymoon 我們是周遊世界一周 去足一個月的那時候 去到美國拉斯維加斯 那次我第一次去拉斯維加斯 那次 島城 島城出了名的酒店很漂亮 房間很大間 還有那時候沒有互聯網 要訂酒店都比較麻煩 用email訂 找旅行社幫你 有一些地方 例如意大利偏遠的 我真的要找旅行社幫 Vegas不用了 Vegas全街都是大酒店 你只要哪間你喜歡就進去住 又不是什麼特別的旺歸 那時候 是的 我看到有一間MGM Hotel 美高梅 外面有一個很大的獅子頭 有一個Logo 哇 這間看見的款 這麼大間都可以 進去住 Walk in 價錢又很合理 不貴 那你知道 Vegas 一定是遊客生意 所以每個人的接觸 都哭了 好呀 歡迎你們來 那些好笑容 每面 又便宜 那我們那晚住了 進去 哇 美國人果然是不同 這間酒店 你這間酒店房間大到 即是 閒閒地 四、五百尺都有 即是說 床都傾斜 不用說 風景又好又高 那就好玩 Vegas 我們那晚就睡 我有一件事很有趣 我說從來不教鬧鐘 因為為什麼 不用酒店的鬧鐘 因為為什麼 我去旅行的時候 現在就有手機教鬧鐘 那時候不流行 我一定帶自己鬧鐘去 自己教最好的 不會用別人的 有些是領 有些是禁 所以所有鬧鐘 我一定關掉 如果酒店有那些 那晚我們睡覺 我很記得睡到半夜 大概三點鐘的時候 突然間 哇 整個人摘成衣 為什麼 收音機響 不是鬧鐘 是叫收音機響了 收音機開了 突然間 唱歌 誰領開收音機 奇怪 兩個夫妻睡覺 熟睡 領開收音機 給客人 但都不管了 想繼續睡 但你不會馬上睡得睡 因為剛心機 吵完 有人醒了 想睡 我們那時候去酒店 尤其是酒店房很大的 我們流行開著一盞燈 那盞燈 有時候是走廊燈 如果沒有走廊燈的話 就開了洗手間 開了門 也有很多光 透出來 所以這間房間是光 未睡著 當然 剛剛關了收音機 你就很清楚聽到 有兩把男人的聲音 酒店場 如果是很薄的 旁邊有人說話 你會聽到 但你一定也分得出 因為旁邊說話 除非叫到很大聲 但你都會聽到隔了一層 我們關了露台門 有玻璃 還有冷氣 所以關了 這聲音就算全 你都有一層 那一把聲 是沒有隔到一層 很明顯在房裏面 但不是在床邊 在房的角落發生 講英文 講甚麼呢 你別犯我 英文嗎 你別犯我 然後第二把聲 你想怎樣 然後另外一把聲 都是男人來的 You let me alone You just leave me alone 你別管我 就是這樣 罵了幾句 兩把聲 看著老婆 哪裡來的 在房裏面有聲音 不是隔了一層 半夜三點 剛才剛剛 不是罵鐘 是收音機開了 那個年紀的時候 我已經是見慣了 所以遇到這種事 我亦都覺得 是害怕的 不過 沒事的 睡吧 不要管 看看他會否繼續離譜 離譜 離譜就離開了 一定去大堂 不理了 然後又真的沒有 然後 翌日 走 還住多晚 搬去第二間酒店 不要管 那麼多酒店 選 去第二間 然後下去 check out 我便說了 reception 你這麼快就走了 我說是呀 走了走了 然後 一定是例牌的問 也很客套 很公式化的問 怎樣 你昨晚睡得好嗎 我便回答他 很差 我睡得好 你房間猛鬼 然後 他呆了 不是嗎 我說是呀 心機半夜響 然後有兩個男人 在我的房間說話 接著那個reception 那個女生 先生 你說得我起了雞皮 我說 你想想 你上去看看這間房間 那麼 給錢 找了數 我就走了 這個就是在 Las Vegas 遇到我 住酒店 亦是他解釋不到 為何會有這樣的事情的經歷 接著 下一集我便會說 我由第一次 到幾年前 我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的酒店 遇到 見到 不同的靈異物體 的一些經歷 下集再說 如果大家喜歡今集的內容 記得點讚 留言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有些類似的經歷 都希望你留言 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好